大家好,欢迎收看《行家论股》,我是汪婷之 合成种植第三季近利飙升1.1亿倍 累积三个季度近利飙涨143% 大马投行研究预计 今明财政年的资本支出分别是5000万令吉 主要用于维护基础设施和翻种油棕树 由于合成种植是纯种植公司 因此业绩将直接受到棕油价格波动的影响 它将估计原棕油价格每吨下跌100令吉时 赚幅将会下降3%到5% 此外,该公司新果串产量增长 主要是由产量提高而不是更多成熟职地推动 这是因为成熟地区任何增加 都将被翻种油棕树的活动所抵消 该公司的股息收益相当诱人 唐家预计今明财政年的派息率 分别是64.5%和63.5% 同时给出二令吉二十千的目标价 建议守住 由于以下部分人对若费市参加 您核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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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